嗨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跟着我们一起跟国际新闻林志玲 我是红黎恩 这个武汉肺炎现在在欧美可以说是延烧了 目前全球的确诊人数超过了16万人 而仅次于中国的欧洲重灾去意大利 目前依旧是没有缓和的迹象 礼拜天的时候他们这个民众防护局就宣布了 除了说增加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之外 死亡率也是比其他的各国要高出很多 像是以礼拜天的累计资料来计算的话 这个武汉肺炎在这个国家死亡率就高达了7.3% 12号开始呢 这意大利就宣布了全国是来封城 但是生性浪漫的意大利人 当然不愿意这样子被关在家里面 有乐团就发起了快闪之声 他们呢希望这个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大合唱 我们看到的是啊不断的是许多这意大利人在这个阳台呢 跟这邻居啊是来隔空的合唱 还有演奏一些乐器哦 市民呢还在这阳台啊是来敲打一些锅碗瓢盆 跟演奏这些吉他等等 大家频繁的在这阳台上是来隔空交流 想要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提振一下精神希望可以团结抗疫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让医师很担心啊 他们就说了恐怕呢会有增加飞沫传染的隐忧 而另外呢在这个疫情呢也是越区严重的西班牙 14号也是宣布了要进入了紧急状态15天 全国都是来实施了封城抗疫 民众必须要待在家里面工作 而警方也出动了无人机是来执行这限制令 要求民众啊是立即离开这些户外地区回到家里面 当然啦一直很淡定优雅的英国 原本这个首相强生的他推出所谓的佛系的防疫政策 建议说啊有轻微呼吸道症状这个病者呢 是可以在家隔离至少是7天的 但是是不需要接受检疫 计划是让这些多数民众啊得病 借此可以来培养一下群体的免疫能力 结果呢这个政策当然是被骂到了狗血淋猴 也让英国的政府啊决定要来加强呢 针对这武汉肺炎疫情的因应措施 在这个疫情呢急速的扩大之下啊也造成了英国民众啊是恐慌性来购买啊 大家呢几乎是疯抢这些卫生纸啦洗手乳等一些民生用品 还有包含像是罐头跟意大利面 卖片等食品价是全部都被翻空了 而我们来到另外一头的美国 武汉肺炎的疫情可以说是急转直下 为了要来抑制呢这个疫情是扩大 纽约市在15号的时候也宣布了哦 公立学校是来关闭长达一个月 目标呢是希望4月20号可以重新让学校来开放 而此外呢纽约市长哦这个白思豪 在当天更是跟进来包含像加州哦 他们呢就宣布说了要来关闭这个夜店啦 还有剧场等一些休闲娱乐的场所 餐厅跟咖啡店哦只限外带或是外送 就连着纽约非常主要的机场也全部都是空空荡荡 完全看不见旅游人潮 根据统计呢目前全美已经呢 包含像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啦 跟华盛顿州还有维吉尼亚州在内 29个州是宣布要来关闭学校的 好我们就看到的是呢武汉肺炎的疫情哦 是蔓延全球搞大家是人心惶惶啊 在这个包含像是国际巨星啊 汤姆汉克确诊之后哦 曾经在电影00期里面呢 是来演出这庞德女郎的这个乌克兰籍女星哦 欧加科瑞兰扣也在16号是宣布 他自己也确诊了 那么各界的名人 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对抗疫情呢 我们先来看看哦 最近这几年大家很流行在网络世界上发起这个挑战 接着呢就会来点名哦别人来接力 像是之前就有这个剑洞人的冰桶挑战 就是要把这个全部的冰水啊倒在身上哦 借此来体验一下剑洞人这个面临的困难 这样的行动呢成功吸引了大众对于这个疾病的重视 而WHO的这个秘书长啊谭德赛 他也很跟得上流行啊 13号的时候呢他就贴出了一个这个洗手挑战的影片 谭德赛呢他是接着点名了各国的政治家啊 媒体人甚至哦还包含了南韩的天团BTS防弹少年团 以及美国的天后歌手凯莉佩瑞 似乎呢是希望可以借由他们的影响力来呼吁大家 真的要多多洗手 而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亲自教大家怎么样善用酒精 还有洗手的正确步骤 有几个实际的方法可以拿来 以新冠状态拯救自己的新冠状态 一项最重要的是 平均安全和健康的手机 用水和水或者氧化的手机 这些是WHO的方法推荐 这些是WHO的方法推荐 我们看到的是原本这个很善意的举动 但是让很多粉丝真的是气炸了 大家是接连留言跑红说 你是不是太闲了 没有在办正事 也希望他不要把这艺人给牵扯进来 而我们的镜头就转到了美国的NBA 爵士队的这个明星中锋哥贝尔 他之前成为第一位武汉肺炎确诊的球员 直接导致整个赛事是来被迫暂停了 他在确诊之前对于殷勤的态度是十分的轻浮 甚至还在这个赛前的记者会 是故意来摸遍了记者的麦克风 夸张的行为让大家好生气 当然他后来也跟大众是来道歉了 更在14号宣布要来捐出50万的美元 帮助受到疫情搏击的爵士队 还有雷霆队的主要员工 而当然还包含他自己的家乡 法国 Hey what's up everyone It's really Gobert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guys a little update I'm gonna start by saying thank you to all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supportive and for all the positive energy it really means a lot As for myself I've been feeling a little better every single day thanks to the healthcare people of Utah and Oklahoma City and all the great people around you as you may already know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o remind you guys to keep washing your hands frequently with soap and water try to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 your nose, your eyes and of course try to avoid making unnecessary contact with people it's all about protecting yourself and the people around you I wish I would have took this thing more seriously and I hope everyone else wanna do so because we can do it together 現在呢不只是NBA 在一個美國的這個NLB 羊姬隊的小聯盟 也傳出疫情了 確診的這球員呢 在美國時間13號 出現了發燒的症狀 立刻是被隔離 而且是接受篩檢 結果呢正式確診了 不過呢根據了解 這名球員 他目前回復的情況蠻不錯的 很多人呢就很擔心 那這是不是呢可能會影響 到大聯盟的球員呢 再來呢我們又來 關心到的是西班牙了 西班牙呢目前這個疫情 也是蠻嚴重的 可以說是僅次於義大利 而呢西班牙當地的時間 14號的深夜 他們這個總理啊 桑傑斯的這個夫人 就傳出也確診了 但是呢更諷刺的是喔 西班牙呢在幾個小時之前 才宣布說全國幾乎是要全面封城 而呢這項案例也是第二起 總理夫人確診的案例了 第一起呢就是這個加拿大的總理呢 杜魯道的妻子蘇菲喔 值得慶幸的是還好杜魯道本人 是並沒有出現症狀 但是呢為了安全起見 還是要自我隔離14天 在家裡面都是透過視訊來進行辦公的 從武漢肺炎的爆發以來 一直很TK 說自己很健康的美國總統川普喔 之前呢他一直說啊 他不會做任何的檢測 但是呢因為這疫情啊 真的是不斷的擴大 現在終於屈服了 初步呢是確診說 他沒有得到武漢肺炎 而呢在這個疫情蔓延 全球經濟大受影響之際呢 川普也是不斷的再來宣布一些 振興經濟的方案 美國的聯邦準備理事會喔 再度採取了突襲式的手段喔 宣布是降息四碼 接近零利率 同時呢還推出了7000億美元的 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措施 比起呢之前啊 這個川普說要投入500億美元 協助地方是來對抗這個武漢肺炎 這個金額呢似乎是少了蠻多的 而另外呢在此同時喔 今年的11月就是 美國總統的大選了 民主黨呢這初選啊 儘管是因為這疫情延期 而兩位參選人 拜登還有桑德斯的電視辯論啊 是選擇沒有觀眾的方式是來進行的 但是呢最新消息就是 拜登呢現在提出了 他將會挑選一位女性來擔任 他的扶手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在臉書的虛擬市政廳上 與選民在線上相會 因為新冠肺炎 他的大型機會取消 喬治亞州的黨內初選也預計延到5月 11月就要總統大選 拜登更向選民保證將由女性附手 而共和黨的川普 在確認自己沒有得到新冠肺炎之後 得意洋洋的在推特發文 當美國受到考驗時 美國總能成功應對 還公開要大家放輕鬆 0.25 回到0.25 所以到了0.25 是非常大減少的距る 而200套多娃威貸保證 而那數字可以增加 联准会在不到两周内两次降息 只是因应新冠肺炎 美国似乎在对抗疫情的努力上 没有比挽救经济来得多 目前拥有850万人口的纽约市 已经有超过300人染病 尽管停课但还是有许多青少年 不顾染病风险跑到夜店玩乐 现在川普紧急挹注了500亿美元 让地方投入对抗新冠肺炎 但还是得多宣传防疫 以免民众掉以轻心 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来关心一起这个意外事件 位在奈及利亚的拉格斯 在15号的上午9点钟 是发生一起瓦斯的气爆事故 造成至少有15个人丧生了 现场不仅是有多座的房屋来倒查 而且多处的火灾也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该股的石油公司随后就表示了气爆的原因 原来是一辆这卡车撞上了天然气 处理厂管线旁边的气瓶 才会导致这起意外发生 现场不断窜出浓浓黑烟 建筑物几乎全毁 地上全是四散的碎片 可见气泡的破坏力相当惊人 许多民众到现场 帮助伤者离开现场 遗憾的是至少有15人不幸丧生 这一天我醒了 我去健身 当我听了一个爆炸 我逃跑到我的医生 去看看我出发了 但怀疑我看到 建筑物几乎的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 我准备到我的家的 座场 我准备到我的家的 座场 我准备到我的家的座场 我准备到我的家的座场 所以我准备到我的家的座场 事情发生在拉格斯 奈吉利亚的经济中心 一场爆炸 有三个不同街区 五十多栋建筑物被炸毁 包括一所女子学校 有目击者指称 这场气爆并非一场意外 而是政府蓄意引发的屠杀 不过奈吉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 是由于卡车撞上天然气处理厂管线旁的气瓶 才引发爆炸 由于石油公司部分管线受损 部分石油管线暂时关闭 石油公司表示 不会对拉格斯及附近的城镇产生影响 历史上的今天 但你回到了25年前 在1995年的3月16号 这个南北战争结束大约是130年 美国的奴隶制度到这一天才正式废除 为什么我们说是正式呢 其实在这个美利坚和纵国宪法 第13条的修正案已经存在了非常久了 它是美国结束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第一条重建修正法案 一直是在废除奴隶制还有强制的劳役 在1865年的时候战争结束的同一年 就已经在美国很多数的州是生效了 但是密西西比州呢 这个白人比例占有六成的州 一直到了1995年才投票批准 可是呢最乌龙的是什么 在批准之后却没有正式的通报给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 所以说不算是正式生效 是我在民众的看了这个电影啊 林肯好奇之下呢 诶 疑问才发现了这个漏洞 通报给了这个密西西比州的国务卿 才在七年前正式废除了这个奴役制度 感谢你今天加入 想要跟国际新闻邻居离吗 那就来订阅我们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